然后上节课呢 我们创建的是用户 用户管理呢 第一个明亮 叫创建用户 添加用户 那么对应的这个选项呢 常见的选项啊 有这么几个 至于刚刚同学同学 科下问的那个-m啊 就不要去用了 本身呢 我们Senton 5S 他就会默认创建同名的加募户 你非得要去试一下 接下来看第二个明亮 第二个明亮 叫修改用户 修改用户 刚才呢 也有同学去问 说老师 我这个组啊 复杂主我本身指定了一个 现在我想指定更多的复杂主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修改用户的方式 来进行修改了 要不然的话 你再自行一次UserADD 他会告诉你 用户已经存在了 就不能那样操作了 现在呢 我们有一个第二个明亮 叫修改语法 那么修改语法呢 UserMOD选项用户名 其实这个语法 和上面这个语法相比较啊 只是它变了 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那么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 翻译一下 UserMOD 它的全称叫 UserMODIFY 叫UserModify 也就是用户编辑 用户编辑 或者说修改也行 编辑和修改 就差不多啊 一个意思 用哪个都行 UserModify 连起来就是UserMod 创建选项呢 有这么几个 那么这几个选项 上面三个选项 所表达的含义和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在创建用户的时候 也有这三个选项 叫大G 小G和U吧 那这三个我们原封不动的拿过来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就行了 这三个没有变化 一点变化都没有 第一个小G表示用户的组组 第二个大G表示附加组 第三个U表示UID 可以呢 自己去选择测试 然后最后一个-L -L呢 这个和刚才添加地方就不一样了 多了个-L -L表示修改我们的用户名 为什么不能改啊 就比如说我们买电脑的时候 我们买电脑的时候 电脑的名字一般都是你的牌子 比如说联想电脑 它会给你来个Nonevo 但是呢 有多少人喜欢用那个名字呢 肯定都不喜欢 肯定会想着改个自己的名字 那Windows用户名是不是能改啊 那么Windows能改 Ninux为什么不能改呢 所以这里面也可以改啊 -L表示修改用户名 一共呢 是这四个 这四个呢 是比较常用的 前三个啊 前三个和上面三个一模一样 最后一个呢 多寄一个-L就可以了 表示修改用户名 嗯 就那么案例的话 我们也来配合 配合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我想先去修改一下 它的这个用户组和附加组 啊 修改 那么现在的话有几个用户啊 一个张三一个李四啊 那么修改张三的吧 张三 他刚好没有附加组啊 那么修改张三用户的啊 这个用户组组 他现在组组是多少啊 看一下啊 投一下啊 CAT 然后 ATC ATC 下的 他WD 呃 张三这个用户呢 现在他的组组是501啊 501 OK 那我现在给他改一下 我要求改的效果呢 是让他的组组变成500 嗯 修改他的组组 为500 附加组呢 他本身是没有附加组的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讲到附加组 所以他没有附加组 附加组呢 改为501和502 这是第一概念 502 没有这个组 好像是啊 没有是吧 呃 因为当时李四的时候 李四这个用户 他本身该属于502 结果我们没有加是吧 呃 没有加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501吧 这就没有502了 啊 没有667啊 没有667 哎 修改为这两个就行了 行 那这个命令的话 来看看怎么来啊 user mod 后面呢 他说先改怎么组啊 先改组组是吧 组组应该是500 那么500的话 组组应该是 杠什么G 小G 然后500 附加组杠 杠 大G 501 然后后面加什么 加上你修改的那个对象 对象我们修改谁啊 不是修改张三吗 所以修改张三 按一下回测 好这样的验证一下啊 张三这个用户 瞅一下 这个呢 501不变 因为他是UID嘛 对吧 后面这个本身是不是也是501啊 现在变成500了吧 哎 没问题啊 没毛病 行 那么这个是这个操作 然后再看一下他的附加组那块 叫Cat Group 张三 张三 501 他那里面是不是有个附加组了呀 哎 这个就是 不是 本身他的组组是501 这个千万不要搞错了 他不是用户 这个是用户组名 只不过和用户名同名 千万不要把他认为是张三啊 他是张三这个用户组的名字 有一个用户组名字叫张三 但他里面空的 没有用户 现在呢 有个用户了 叫张三 这是两个概念 不是 一个意思啊 不要搞混了 原本是啊 但是 现在不是改了吗 之前是501吗 现在不是500了吗 现在组组不是500了吗 组组500说明他属于哪个组啊 说明他不属于Ninux13这个组吗 对吧 但是他现在附加组 我们现在看着这是附加组 500是上面这个Ninux13 现在呢 附加组在这呢 对 张三这个用户 属于张三这个附加组 两个名字一样 但是含义不一样啊 不要搞混了啊 他俩含义不一样 嗯 一个是主的名字 一个是用户的名字 两个概念啊 命令呢 就是MOD User MOD User MOD 然后杠小G500杠大G500501 501 空格 然后呢 张三就行了啊 这个就是执行的命令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地方有同学在测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写root啊 不要写零 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 千万不要写零啊 行 那么这个命令呢 就执行是成功的啊 他是呢 能够正常去修改 我们这个组组和附加组 那么这地方看着有点乱 特别是刚才看这个张三 然后这个用户组里面啊 还有一个张三 就感觉没有变化 那行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让他有点变化 案例第二案例 你是不是觉得不爽吗 OK呀 修改张三用户的用户名 改成什么呢 改为 改为 网络码 改为网络码 那这样的话 按照语法要求 应该是usermod 杠L 问题来了 我是先放新用户名 还是先放旧用户名 这地方注意啊 这地方好多的同学答错了已经 应该是先放新的 为什么先放新的 那这块我们先不着急写 那么这块本身是不是要选的 这个叫可选的一个选项啊 然后最后是操作对象 对不对 我们操作谁 是不是操作张三的 所以张三是不是和这 这个有毛病吗 没毛病吧 行 然后我们现在选项是什么 是不是杠L 那么杠L是不是表示要更改用户名 那么更改用户名 要更改的新用户名 是不是他选项的值 所以这样才对的 也是新的用户名 在前面 旧的用户名 在后面 这个不要搞到了啊 不要搞到了 张三 他属于 操作对象 所以把它 放后面 新用户名 由于是你要更改用户名 这个操作的一个 可选操作 所以呢它是选项的值 因为选项的值 所以我们放在选项后面 也就是紧挨的选项 最后呢 才加上我们这个用户名啊 不要搞错了 这地方很容易到啊 你一旦到了 你一旦到了就报错了 报什么错呢 没有网络码这个用户 没有网络码这个用户啊 这个顺序不要搞到啊 好了 那么来试一下 usermod d-l 王二马 改成 把张三改成王二马 哎 按一下 回测 哎 执行成功了啊 执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验证的 需要去做验证的 那么验证的这个操作 我们去看待一下 或者是用tail吧 反正 最后呢 起航 tarl-3就行了 看最后三号就够了 ETC下的 张三还有吗 张三还有 有是怎么有 他的加募录是不是没变呢 因为我改是改的用户名嘛 所以他加募录不会变的啊 但是前面这个张三已经变成了 王二马了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文件 另外一个文件呢 是group group group 这边本身是不是张三呢 这边是不是也是张三呢 但是我们说 这两个含义是不一样的 前面是这个用户组的名字 后面是用户的名字 所以我们改的用户的名字 因此后面这个账单 是不是变成王二马了 前面这个是组名字啊 所以他不动 所以他不动 明白吗 你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清楚一点了 因为刚才我们两个名字 是一样的 所以看着感觉有点乱 但是呢 一改完之后啊 不一样了 哎 这个是用户名 这个是用户名 这个是用户组的名字 它含义是不一样的 所以千万不要搞混了 另外呢 就是这个语法 这个语法 一定要注意 这两个顺序不要到了啊 usermod 然后-l 空格新的用户名 空格旧的用户名 旧的用户名啊 顺序不要搞到了 你一旦搞多了 就出问题了啊 usermod啊 一旦搞错了 那就麻烦了 嗯 啊 这个是 拆取顺序的问题 这样 那么这边的话啊 就这四个选项 记住之前了 哎 那当然我们上面呢 提到了额外一个-c 那这地方-c呢 它也同样同用 同样也可以用啊 就是修改这个注释啊 也是一样可以用的 这是第二个操作 那第二个操作 操作完之后呢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三个操作啊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更改这个用户啊 比如说改这个组啊啊 改这个用户名呢啊 都可以去试一下 嗯 花两分钟时间去试一下看看 然后两分钟之后呢 咱就去看这个后面的更改这个用户密码 那第三个操作呢 叫设置用户的密码 那这个操作呢 很多同学在 讲第一个创建用户的时候就问了 那密码怎么办呢 密码怎么办呢 好 密码咱现在来办啊 设置这个密码 那么在Ninux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机制 就是说我们创建好的一个用户 如果说他没有密码 这个用户是处于被锁定状态的 他是登录不了的啊 所以为了安全 咱一直前面说Ninux安全性高 安全性高 你为了安全 所以你必须得有个密码 所以要设置密码 Ninux不允许没有密码的用户 登录到系统 因此我们前面的创建的这几个用户 创建的用户 目前呢 都呢 处于这个叫锁定状态 都处于锁定状态 需要设置密码 之后啊 才能登录到我们的计算机 所以这地方呢 就要去设置密码了 那么设置密码呢 常用的语法啊 PASSWD 和那个文件名是一样的 后面加上右红名就行了 那么中间呢 它也有选项 但这个选项不要求大家记 就不用记了 因为选项都不常用 啊 你就记住 PASSWD 加用户名 能改密码就OK了 语法呢 就这么简单 那接下来呢 来案例 案例呢 我们需要去设置这个 没有章三了啊 已经没有章三了 就网二麻吧 网二麻啊 这个用户的密码 设置他的密码 那么密码的设置 先进入到命令行 然后呢 PASSWD 网二麻 然后按下回车 按下回车 这个时候 我们本身在桌面模式下 所有的中文提示 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 现在变成英文了 因为之前的话 像这个改密码 你如果有桌面的话 它其实是中文的 现在已经变成英文了啊 读一下 Change Password for User 网二麻 更改密码 改谁的密码呢 网二麻 New Password 新密码 这地方输密码和前面 我们刚登录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你输入密码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提示 输入密码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提示啊 而且还建议大家 不要用简单密码 比如说拖拉机 123456 那这个密码是世界第一 第一什么呢 第一弱智 连续十多年 一直没没超越过啊 世界第二 你们可能猜不到了 不对 不是 世界第二是Password的 P-S-S-W-R-D 这两个就一直 第一和第二 这两个密码 就是简单密码不要用 要不然它会有提示的 说你使用的这个密码呢 是属于弱密码 但是你可以用 你再说一遍也可以用 但是它不建议用 不建议用 所以这个密码呢 我们尽量复杂一点 尽量复杂一点 做完之后呢 retype new password 重新输入新密码 提示 Password 这个单词太长了 不知道怎么读了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认识它就行了 叫所有的权限认证 更新已经成功了 你看到这个提示 那就说明你的密码 已经设置好了 这密码已经设置好了 这个呢 就是密码的设置 在这个过程中呢 输入密码 没有任何提示 放心输就行 那万一第一次 我输的这个 第二次输入不对的密码 会怎么提示呢 它会告诉你 两次密码不一致 会让你重新输入 这个呢 是设置账号密码 那么在设置密码的时候 也是没有任何的输入提示的 放心输入 确保两次输入的 输入的密码一致 然后呢 按回车就可以了 这个是设置密码 最好不要设置简单密码 最好不要 不代表不可以 可以设置 那比如说 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要再给他改密码 那依然执行这个命令 然后我输入 一二三四五六 按回车 他告诉我啊 说 Bad password 坏的密码 It is too simple to simple list simple list 就是说 他呢 已经在这个字典里面了 就是在这个弱密码字典里面了 说这个太简单了 但是太简单了 但是下面都提示了说 retype retype 叫重新建入 都太简单了 他又让我重新建入 那我再见一次呗 是不是也成功了呀 所以弱密码可以设置 但是不建议设置啊 可以设置 密码藏度没要求 你哪怕输入 128个字符都可以 只要你能记得住 多大长度无所谓啊 无所谓 嗯 也可以使用弱密码 但是不建议 哎 否则会看到以下的提示 那以下提示 会看到这个提示啊 说这个密码啊 太简单了 哎 不要用它 嗯 好了 那密码我们也设置了 哎 那刚才呢 我们在之前呢 提到了一个文件 叫shlw是吧 哎 说这里面呢 在pastwd文件里面的 密码是x 对吧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看看 这个shlw 这个文件里面 到底是放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来 看一下一下 或者说直接tile也行 tile 3 看最后这几行 edc下的shlw w 来找一下 王尔玛 王尔玛是不是有了呀 李斯有密码吗 上个行不是李斯吗 两贪号在那位置呢 是不是没有密码 Ninux123是我们当初 在安装的时候装的 有密码吧 哎 那这个呢 就是从Doller开头这个地方 一直到这个t0这地方结束 这一块呢 就是它的密码 但是这个密码肯定是加密的 没有哪个系统说 存密码存名文的 存名文的 那存跟不存有什么区别 是吧 但凡能看这个文件 都知道密码 所以这个密码呢 就在这儿 这个就是我们的用户的一个 密码的位置 不用指望说把它 返回成原文 你翻译不回来 只有计算机自己认识 对啊 李斯是没有密码的 因为我们没有设置密码 那如果想设置一下密码 那是不是再来一次就行了呀 再来一次就行了 行 设置密码之后啊 shadow文件中的一个体现 一个体现 那么从这个文件里面呢 能够看出啊 能够看出李斯是没有密码的 能够看出啊 李斯用户 是没有密码的 OK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一里斯设置密码 PASWD 李斯 回车 然后密码呢 PSS WRD 四接第二 他也会提示 这个密码 是在这个字典里面呢 是一个单词 但是不代表不可以设置 继续可以设置 设置好之后呢 再通过TEL-3 来查看一下 李斯是不是也有密码了呀 对啊 这个就是设置密码 但是设置好密码之后 其实这个时候呢 另外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一开始看的那个PASWD 这个文件里面 注意 X始终是X 它没有变化 说明密码是不是没存在这 对吧 这个知道就行了 那么密码不会存在这的 密码呢 是存在那个SHADOW文件里面 好了 这个是这三个名 关于这个密码的设置 参数呢 不需要去记 我们只要记住它常用的语法 就是这个语法 记住它就行了 这个语法够咱们用了 PASWD 修改这个用名 那修改用名 那最后一个命令呢 叫User User 删除 DL 那么在讲最后一个命令之前 我们先干一件事 那么刚才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用户 已经设置好密码了呀 他前面说过 说没有密码 是不是不能登录啊 现在有了吧 OK 那接下来呢 我要去登录用户了 需要去登录用户了啊 在设置好 用户 用户 密码之后 就可以呢 登录账号了啊 登录账号了 那么例如 我们此处呢 需要去登录一下谁呢 登录一下 网络码 登录一下网络码 那么登录网络码的话 不像之前了 之前我们有那个按钮 说切换用户是吧 现在还有按钮吗 没了 没了 你总不能重启吧 能重启 但太麻烦了啊 所以咱不重启 那这地方怎么办呢 这地方给大家介绍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叫 设置 空中下地是干嘛的呀 这地方呢 就叫大家个命令 叫SU命令 叫切换用户命令 切换用户命令 叫SU 全称叫什么呢 全称叫 SWIPCH Switch User 所以去缩写 叫SU 叫Switch User 它的语法格是 SU后面跟上我们的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呢 是一个可选选项 可以不写 可以不写 不写表示 切换到超级管理名 如果 用户名 不指定 则表示 切换到 超级管理名 也就是root吧 切换到 root用户 这个呢 命令 是我们跟 切换用户 相关的一个操作 OK 来试一下 现在 我要从哪个用户 切换到哪个用户啊 是不是从 超级管理名 切换到网马呀 那用户名要不要写啊 要啊 王二 马 SU 回车 过不过来 过来了吧 看前面能看得出来吗 王二 马 at logalhost 这个地方嘛 是吧 我们切换过来了 并且符号变不变 变了啊 现在在哪啊 路径肯定不变 你切换的时候 在哪 它还在哪 因为是切换的用户 它没有切换路径 那这个路径是 root加目是吧 确定一下 对不对 后面就涉及到个权限问题了 我们本身是不是在root加目楼下呀 但是这个网马是不是有普通用户啊 他没有权限啊 所以干嘛 老老实实回自己家 CD嘛 切换一下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用户 是不是就已经有了 有了之后 那这个用户的SU切换命令 我们就相当于是会了 那现在呢 我们再切回来 切回来呢 你要么SU 要么就SU root 是不是用哪个都可以啊 那么直接用SU就行了 走 哎 那刚才我们切换到 网络马的手上输密码了吗 没有 那为什么现在要输密码呢 哎 这个对了啊 那个超级管理员 连三组网络马用户全线都有 连签过去全线没有吗 是不是啊 所以测地方的话 你回来就不一样了 你回来就不一样了啊 但是回来的时候 你要输入这个超级管理员的密码 是不是就过来了 那超级管理员能看网络马的家吗 能啊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哎 可以的啊 行 那么切换用户的命令叫SU 以后呢 你不需要去冲启了啊 你直接就SU很方便 SU很方便 哎 可以直接来请切换用户 那么切换用户需要注意的事项啊 切换用户需要注意的 试下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点 第一个点 切换 从root 往普通用户 普通用户切换 需不需要密码 哎 不需要密码啊 但是 反之则需要root密码 从高 往低不需要 从低往高 需要密码啊 这是这个需要注意的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切换用户之后啊 前后的 工作路径 变不变 哎 是不变的 第三个 普通用户 没有办法 访问 root用户 加目录吧 哎 但是 反之则 可以 这三个注意事项 注意一下 然后就是 还要知道 这个语法格式 怎么去切换一个用户 啊 SU 进行切换啊 然后呢 用户名可加可不加 加呢 就表示 哎 可以切换到 普通用户 那不加的话 就表示切换到 入合用户 那么切换其他用户 也是一样的啊 按照这个语法来 就可以了 SU 加 用户名 好了 那最后一下呢 我们还有一个呢 叫做 三组用户 三组用户 三组用户呢 他这个命令呢 也是user开头 dl 全称叫做 delete啊 delete 那这地方翻译一下啊 user dl 他的全称叫user user user delete delete 三组用户 啊 或者说用户三组吧 用户三组啊 用户三组 就这个意思 常用的选项呢 就一个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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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表示低位啊 不是表示低位 干嘛 表示什么含义呢 表示在三组 用户的同时 三组其 加募 就把他加一杀了 三了啊 操架了已经 组信息啊 我三组用户 跟三组有啥关系啊 就难道你这个人 从公司离职了 公司要倒闭吗 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一三组是把加募录给删了 是加募录里面所有东西都没了 加也没了 加也没了啊 干嘛啊 这个选项叫干嘛 三组同时三组他的加募录啊 那么案例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刚才呢 我们是走的谁啊 走的这个王尔玛是吧 啊 那现在呢 我要去按例 我要去删除 王尔玛 哎 王尔玛这个用户 删除王尔玛用户 哎 那命令的话 user dl 删除 连他加也删的吧 因为王尔玛一旦删到这个加方也没意思了 是吧 删除王尔玛 王尔玛 走 读一下 什么意思 user 王尔玛 is currently logged in 他是不是说这个 正在登录的用户 好像是不能删的吧 哎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那登录的用户不能删 那我们删除个不登录的用户看看啊 咱们除了这个王尔玛 还有个谁啊 李四 没问题吧 啊 李四没了 那么李四没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李四的这个文件里面啊 叫 呃 跳跳 把我们跳看吧 tl 跳 然后呢 杠三 看一下这个 etc下的 本来李四在王尔玛和 Ninux123中间 现在有吗 没了啊 没了 那说明这个用户的确是删了 的确是删了啊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要解决一下 如果一个用户他已经登录了 我们该怎么给他删掉 想的挺好的啊 杠F false 不是啊 不是 那么刚才呢 我们删除了两个 在删除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啊 已经登录的用户是删除不掉的 已经登录的 已经登录的王尔玛用户啊 删除的时候提示删除失败 那么失败我们也验证了 这个用户是不是还在啊 还在啊 已经删除失败 但是没有登录的 没有登录的 理事用户啊 可以正常删除 其实主要想说的就是 已经登录的用户是删除不掉的 怎么解决 怎么退 怎么退 这地方呢 我们解决的办法就是 简单 粗暴 Kill Kill 对应用户的全部进程 把他的进程全部干掉 就OK了 那我们可以先来查一下啊 看看呢 有没有这个用户相关进程 当然保险一点 我们现在在这个用户的加目录价值吧 我们先回到自己加目录 要不然的话 你打开当前目录 到时候散除加目录 能散除不掉 先回来 那回来之后呢 然后查一下 PS-EF GIP 查谁的呀 就是查网络麻的呀 网络麻 走 有没有进程 有 这个进程我们看一下啊 第一个呢 叫SU网络麻 第二个是Bash Bash还有没有印象 咱前面有个叫 USR下面的Bash 当时说它是一个叫 解释器 Shell 它是不是要传递 网络麻的命令给令和呀 那这个解释器是不是还活着 是谁的 是谁运行的 前面看得出来吗 网络麻嘛 是吧 行 然后后面这个是不是我们刚才的GIP啊 那我们现在要结束进程了 结束哪一个进程 51还是52 看清楚了 为什么是51 对了 这边看联系啊 这个是不是PID 这个是不是PPID 你看这个PID 是他的PPID 那说明 第二个进程 是不是第一个进程 紫进程 那如果说你散他的话 那他是不是还在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所以三要散谁 三 祖进程 也就是3151 那就是PID 3151 对吧 是不是散掉了 散掉了啊 散掉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哪个命令呢 再来执行 已经退出来了 已经退出来了啊 这时候再散谁 user dl 杠啊 王二 马 走 正常了吧 哎 这就是就散掉了啊 这个王二马太惨了啊 又被kill了 又被吵架了 可以啊 可以 没问题啊 只不过这个呢 就是相当于咱回顾一下 这个kill命令啊 可以的啊 没问题 哎 删这个 哎 删这个 漂亮 跳到之后呢啊 它就可以正常删掉了 那么删掉之后 我们也可以来验证一下啊 验证一下 验证这个叫 t-t-a-r-l-t-l-3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有没有这个网络网用户了 没了吧 哎 Ninux 13是我们第三天创建的用户 空门它没了啊 所以呢 这条就没了啊 李四 他干了呀 已经啊 啊 李四已经被删了 上面不是删了吗 因为他没有登录嘛 当然撤了一下嘛 这可以被删掉的啊 好 那这个命令 哎 就这么简单的去用就行了 哎 碰到已经登录的 直接给它干掉 干掉之后呢 再进去删除啊 删除用户 user dl 加上选项 选项-r 表示删除加目录 不加的话呢 就用户删了 加还在 加目录还在啊 但是一般我们删除这个用户的话 加目录其实也没有保留的价值了 啊 也会给它删掉的 那么可以去验证一下 看这加还在不在啊 没有了吧 加一没有了啊 行 嗯 然后呢 最后呢 要说的一点就是 友情提示一下 所有 跟用户操作的命令 但是除 这个命令 除这个外 只有 root 超级管理员 有权限执行 注意这句话啊 只有超级管理员有权限执行 其他的用户 没有执行权限 那除了这个 为什么除了他呢 因为用户改自己的密码 这是合法的 这个是合法的啊 除了他之外 那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先SU一下 切换谁呢 切换Linux123 没有用户了啊 就Linux123了 行 然后呢 这个时候是在root加目录啊 没权限 换回自己加目录啊 然后 user add 硬红添加吧 哎 然后呢 我就加一个啊 哎 我也是 root 走 怎么说啊 permission denied 没有权限 但是我命令语法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啊 所以这个呢 要注意啊 只有这个超级管理员 他才有这个用户管理权限 当然除了密码 除了密码 为什么除了密码 因为他可以改自己密码 用户改自己密码的时候呢 不需要加任何参数 不需要加任何参数 直接回车就行了 他不知道怎么写了吗 current 看到了吗 当前的吗 啊 用户改自己口令的时候 不需要去加这个选项 不需要加用户名 当然加有没有问题呢 加也没有问题 他一般都不会加的啊 好了 那么上面的话 后面的几个呢 是关于用户的 其他管理操作 那么用户的常用的操作呢 就这四个 创建 编辑 设置密码和 三处用户 ��던eses 请 при dran 选重 俄 等一次 我 应un 自然 deadline 慢慢 我 我 从 这种 来 也 晚上 你 想 让你 没 为 拍手 我 帮你 пис OK 我们 自然 使 放 你 是我